大家好,我是桑普,晚上要和大家做桑普论证 前两天在周居劳顿,我没有和大家日日拍一些论证的片 但我都会日日上片,关于航空的片段,和一些在一桥大学附近的东西 为何一桥大学呢?大家知道我出席了这个叫做,已经完成了可以和大家讲了 Japan Hong Kong Democracy Summit,就是2024年6月17日至19日已经完结了 我和大家分享这件事,在东京一桥大学,Hitotsubashi Taihaku 就是东京的立川附近,国立站的地方,中央线要向西走的话 国立站出来就是一桥大学,这个地方是一个日本的知名学校 这个名称叫做日本香港民主主义Summit 这个是Summit的意思 这个是大家看到的,地域协力,Diaspora外交,Diaspora外交下,这是一个战略的动员 这个就是大家讨论的问题 出席人士繁多,我就免得在这个地方讲,有代会去讲 因为有些人士需要保密,所以我都在开会的期间,我都尽量避谈这个议题 我现在由日本回到台湾,我都紧接,继续要教书 所以我每天都很忙,接受一大堆访问和预论一些外面的主持节目 希望大家都不要介意一下,我前两天都没办法,我需要一些休息 做完录完这个节目,我也要睡觉 这个叫做Japan Hong Kong Democracy Summit 其实有很多人去帮忙,也有很多不同的嘉宾的参与 可以说出来的包括了很重要的,有三位重要的成员 两位重要的成员,就是开始的时候有Keynote 一个在日本,这位叫亚古智子 这位教授其实相当优秀,他现在是东京大学 就是日本第一大学的一个教授,亚古智子 他对香港非常有热情,而且也是帮助好原性的女学生 因为当时记不记得香港有个原性女学生 因为在国安法之前,就讲过一些光阔香港时代革命的东西 然后回香港,换智能身份证,结果就被抓了 这件事亚古智子也为他奔走呼告 但当然了,言者遵遵,听者妙妙 能够做到的实际的用处,未必一定有用 未必一定有效,但起码我们知道这件事正在进行式 另外我们看到另一位,就是东京法学院毕业 亦做过日本众议员的坚野智英尼,坚野智英尼 就是日本的名称,他也来这个发言 很多关于人权的法案他非常上心 亦都是日本比较重要的推动人权的人物 参与这个活动的当然很多志同道合 来自五湖四海的都有 亦都是台湾的一些人士,就是很多我认识的人 一起来的地方为香港加油打气 亦都希望将他们的一些经验和香港分享 这个很值得 那今天呢,正如我题目的标题呢 就是说出了些什么呢? 我觉得整个活动里面,周园很多人有自己丰富的发言 有值得同意的,也可能有相关的地方 这个我们先不讨论 重要的地方就是说呢 是有一个很重要的Keynote Speaker 就是大家狗围左的炼总,炼月针教授 他就写好文章,就好像日本人一样 永远都是写好的东西,逐字读出来的 这个日本人做事的风格,严谨,不会有错漏 他这篇文章呢,大家看看 《论港独的之行合一,困境者的独白》 炼月针在日港民主峰会一桥大学 6月18日发表的这篇短文章 不算上的论文也没有什么注释 它是一个散文的方式 但它的散文很长 我可以将它的重点,我抽空一些重点 去读给大家看 选一些重点和大家读 希望大家可以明白到 我先知声明一点 如果大家对港独这件事 痴之以鼻,绝不可接受的话 例如那些国安那些 就无论听下去了 后面那些是眼火爆的 那为什麽呢? 你想入我于罪,入念总于罪,你任你说 但我只是说,你说得来都没用了 既然是这样,不如你好好面对现实 你自己不想听,无论浪费自己时间 那些大中华交 绝对无法接受任何形式的港独 台独那些人 也不要听这个节目下去了 道不同不相为谋 为什麽呢? 就是你硬要说 我帮你,推高你这个广告的比例 令到我们更多点击 我就说 多谢,请离开 多谢你的美意 但我不需要你这些丑钱 我要的是什麽呢? 就要一些能够开放心控的人 和志同道合的人 能够认同的人更加巩固 更加同路 不能够认同的人 能够在这些地方可否思考一下一些重点 我再说一次 这篇文章叫 《论港独的之行合一》 我都说 里面牵涉到很多东西 大家未必那麽喜欢听的 但当然我会清心直说 也都是我认为 整个峰会里面 我认为是唯一最精彩的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是我自从四年来 我看到在台湾 香港 发表的各项 关于香港前途的文章里面 手屈一指 所以这篇文章 不是灯在什麽大的媒体里面 只是在峰会里面传阅 我相信这篇文章 是连总都是不介意公开的 而这件事 他没有任何的 confidential 这件事我可以跟大家说 我当然抽一些重要的地方跟大家说 因为我觉得 他的意见 直击要害 直击要害 为什麽这样说呢 我先把这篇文章读一次 再分析一下我自己的一些看法 我同意的不同意的地方在哪里 也希望 我读这篇文章的时候 我慢慢读 时间可能拖长了 大家可以听得不清楚的 到底听回 希望大家能够认认真真听这一节 这一节肯定是赶客的 肯定不见几率不高的 但我偏要做一些赶客的行为 因为这些事情 我觉得流传 证据流传 光影 流传这个证据往前 再探索新的道路 非常重要的文章 以前台湾有台湾自救运动的宣言 亦都有 以前在民进党1999年代 亦都有所谓的 1999年 有所谓台湾前途决移民 这都是或时代的一些重要的政治宣言 这一篇 与其话说 宣告香港独立的支持 其实连总 和我都是 我都是这方面的一种支持者 同时我们要知道 他说的是一个 我们要想些什么 和做些什么 这一点 提出了一种 探索新路线的引子 开启一个新的讨论 以这个新的讨论 必须要有水准的人 无论是老中青 去接触下去 尤其年青的一代 能不能够在一种 负罪感 伤痛 滚食 各方面的前妖下 PTSD 即是创伤症候群 负罪感 或者是说 这种所谓要威的 这种所谓的想法 之余 都要潜下心内 好好读书 好好思考 好好讨论 而能够研究出 和实行出 一条真正的 香港未来的路径 很重要的了 现在是时间想的了 我们听这么多中国节目 我们更加需要了解 中国现在在衰退 任何内政的危机 随时会爆发 爆发 支持 香港是否准备好 这个就是关键的地方 当然再宣试一次 即和大家不是再 宣试一次 礼拜五的 在桑海神州 会拿到星期六去播 因为我要时间 回来准备其他东西 所以不好意思 先和大家道歉 我礼拜五 就会朝早和杰斯陆 在台北时间 星期六 会播出 敬请准时收看 新桑海神州 好了 我们再看看论港独的之人合一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些意见 联真教授 现在其实住在日本 他在一个很清幽的地方住 我也很希望联教授身体健康 我今次见到他 依然精神逆逆 所以我可以这么说 他是相当头脑清晰 而且写得出这篇文章分量很大 一个老前辈 一个老评论人 写得出这样的文章 是非常难得的 他的能力 他的见识 见地 已经超脱了很多 大中华思想者 无论这些大中华思想者 背负什么的经验都好 我觉得 到今时今日 我们要明辨一个是非 就是说 我们不可以和一个幻想 在沉迷 而必须要面对客观的现实 明白国家之为何物 民族之为何物 而我们究竟的国家 是要觉得要大 才觉得 觉得荣光归于自己 还是我们要看回 其实一个小国 都可以传承很多 旧时的人的好的文化 然后推陈出身 不是经常一句 大和小无关系的 天下分九必合 合九必分 是圆过去 其实这些东西是 无是无非 思想未清晰的人 讲清楚的东西 我又始终说一句 香港独立 是绝对值得追求的事 我不跟你说 是否唯一出路 我就是觉得 这件事是 第一 我们觉得必须要有 今时今日 香港之所以 没有真正的民主自由 是因为 你错信 以为一国两制 民主回归 你就可以得到 你要得到的东西 错得重要 错得交关 我想在未来的日子里面 必须要这样做 即使有个民主中国出来 它如果是大一统的话 绝对不可能 去不压逼香港 如果你是一个分裂的中国 那为什么没有一个分裂的香港 所以你想一想 这就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我们开始读这篇文章 《论之港独的之行合一》 副标题是 困境下的独白 2019年反送中起义 至今已经五年 这段时间里 中港政权变半加厉 出现一次给一次祸客 手段一个给一个独立 但我们却无还手之力 23条立法 对香港社会的压抑 比国安法而由甚 港人政治上已无退路 思想上更陷入了一种困境 回顾三十多年来 香港人纪念六四 无非是希望 中国政权 舒基 復归人性 能够反省 我们支持中国民主化 也不过是一种 遥远的善意的寄望 但仅仅如此 已经足够让我们背上 雷通外国 欲推翻政权等后果 极其严重的罪名 政权如此狂妄对付香港 背后当然还有更彻底的政治目的 那就是缓血殖民 早早背背香港人付出新努 把自己的土地建设好 其后更为中国现代化 贡献了小说也是一整代人的心灵 到头来却被逼离乡别井 波迁海外远走天涯 然而祖国 不紧不要你 还要把你当敌人追杀 至此 香港人已无法承认 中国对香港的主权 无法再相信一国两制 更不愿意继续标签自己为中国人 器中、自决、独立 因此成为港人共同的思想走向和最终政治共识 不过 徒友态度、立场还不制是 任何一个试图建立自治体 或独立国家的运动 都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政治纲领 展明其建国目标、理由、步骤和行为范式 1776年北美殖民州在第二次大陆会议上提出的 The Unanimous Declaration of the 13th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通称美国独立宣言 为其后延续了六年的抗战指向独立 1897年在第一届犹太復国主义代表大会上提出的 Sionist Program也称巴塞尔纲领 为1948年即半个世纪以后 以色列人最终復国揭示了一条道路 这两个国家建国纲领在近世最著名 学术界也研究得最透切 我们香港人的光伏运动距离产生一个哪样的政治纲领尚有距离 但学习其他民族历史上相关的事例已作准备 却应该赶快提上运动的已是一程 我这就是列月曾下 向东京大会提交的这份报告 因此不是纲领本身 而是一个号召 一个个人倡议文件 只在催促大家开始注意这方面所需的努力 我期待世界各地的香港人和团体坐延起行 共同肩负起奸具的建国责任 在不久的将来的另一个Hong Kong Summit上 踏出重要一步 协力提交一个正式的 具代表性的港独纲领 这个报告因此是为香港民族解放独立 建国的前期工程设计的一份工作建议 初步提出运动现阶段需要进行的研究 就是知和实践行 并号召各方人人致使按自身条件 组成一个一个乃至无数个自主战斗群 Autonomous Combat Swarm 在参考这份建议之余 选择或发明 若干项目自发投入工作 并在适当时 和其他战斗群交流意见 交换心得 及探讨在组织上的逐步整合 在知方面 尼曾教授向大家提出光复三学这个概念 尊严这三个学问的核心 任务只有一个 就是帮助运动提换中港政权 此三学都不是传统学术界定义的标准学科 但在一些标准的学科里面 大量个别研究都足及上述三中学问里面的关键议题 我们应该尽量收集消化这些个别的研究 并以之为基础提炼出对运动有益有开创性的见解 第一 失败学 任何工程学里面都有专门研究系统故障或失效的Failure Analysis 即是我们成功Post-Mortem 而近年最能够从失败中不断学习 而不断成功的最明显例子 莫过于Elon Musk The Space X 我们的运动又如何呢? 36年香港民主运动传播了民主观念 教育了群众 再再影响了西方国家对香港正视的态度 功劳很大 但就运动的主要目的 即是争取基本法制约下的有限度民主普选 雙普选来说 却彻底失败了 失败的原因 不能只是说成是政权发挥了不可抗力 而亦都需要由运动自身向内去寻找 找到了才会对未来的运动产生指导作用 争议会很多 研究过程也可能让一些人不高兴 是有些吃力不讨好的课题 因此至今未能在运动内部 跨派系开展广泛开展 但今起必须老实面对尋根问题 以其达到某种共识 同时我们的运动也需要知道中国和世界上其他类似运动的失败经验 从中吸取教训 这是由运动的整体来说 是宏观学问 但随此之外 失败学还有微观层面 研究运动每一个环节都出了什么问题 举凡组织形态、经济模式、动员规范 所要求的民众参与程度 抗争使用的手段和口号 派系之间的意见冲突 历次起义中任何有商榷之处或操作失误等等 都需要作出深刻检讨 但多数这些环节的失败背后其实有丰富的学术参考系 帮助我们作深度的分析 第二 流亡学 古往今来 世界上的流亡运动行河沙嫂 绝大多数是一两代人之间消失的 其中包括1917年俄国革命后 流亡海外约300万左右人士中的反布尔什维克运动 起初是有声有色 却早在苏维埃倒下之前 1991年代之前早已消声力迹 有政治意识的流亡人为何如此不济 大有学问 香港人组成的流亡社群要避开这个夭折厄运 最终成功实现光复建国 必须对流亡运动普遍出现的内部问题 有深入形式 例如西藏人的经验溺溺在目 犹太人2000年流亡经验尤其丰富 都值得仔细探讨 这方面的知识是香港流亡人的约翰 必须补货 第三 建国学 这是失败学的反面 但视野更宏大 触角的问题更复杂 要解决的问题起码有两个 首先我们需要清楚提出香港独立的理由 国际上对此有一些不成文但很高的标准 香港人争取独立的理由已经很多恐充分 但如何选择是最重要的 如何表达都有学问 要参考历史上的重要典范 第二 要争取国际上的支持 最起码要提出一个理念上吸引 实际上不是不可能的独立模式 和达到目的的路线图 对香港人来说 最重要的参考事例包括 美国 瑞士 爱尔兰 蒙古 以色列 这五个国家的经验 我再附带一句 台湾经验也很重要 不过 李玉珍就没有考虑放进去 起码这五个国家就说一次 美国 瑞士 爱尔兰 蒙古 以色列 其中香港民主运动过程中 由和理非到勇武的过渡 反共阔及反王 大中华转化到港独 引渡送中条例激化独立意识等现象 和在美国独立革命前夜里发生的事情比较 如出一切 这个未了的平衡时空 因而是香港人建构独立论述的首选材料 此外 在大国博弈中 能够出现小国独立建国 之后能够和平稳定存在几百年去到现在 它存在的对各方面都有好处的案例就是瑞士 更加是一个能够启示香港的终极出路的范例 国际有人容易明白我们走这个方向在国际上或有吸引力 更近世的事例 有爱尔兰全民反英抗暴独立 蒙古和以色列以弱势民族的身段 正代时机复国 刚刚说的爱尔兰 蒙古以色列对香港都有指导和鼓舞的作用 失败学、流亡学和建国学 蓮玉珍说 我们可以视光复三学为香港学的一个特殊指责 是最直接服务运动战斗需要的一个公理学文 后面他说了很多很多不同的东西 我们就先跳过这个了 他说刚才这些资的方面之后要行 光复三学是资 光复三实浅是行 蓮玉珍说他的本业是经济学 因此他会以有效资源分配的观点贯穿这方面的分析 所谓光复三实浅就是一服务 这是内事面向流亡社群本身的保育和维系工作 这类工作又可以细分为三样东西 就是生活的例如帮助身内人安居就业提供心理辅导 二文化的就例如教授香港语和历史 推介香港料理和电影等等 提振香港人社群当中的身份认同 三是政治性的 例如主办游行示威六四纪念抗围亡 努力和侦陷区里面 潜伏在地下的反抗运动保持联络 互相支持等等 这是服务 服务啊 其实我这四年里面其实最主要的工作 其实不外乎是服务 OK 第二 国际游说 面向外国政商界同情者的求助和倡议工作 即所谓的走国际线 有两种 有些游说第一是间接服务性的 例如求取资源注入流亡社群 也都譬如制定政策 譬如移民难民的政策 如何对待 救生艇 是吧 你讲到这些都是服务性的 第二是间接攻击性的 例如说服外国政府制裁行径 特别恶劣的中港官员 就是攻击的 此外也有为了更直接影响外国政府的中港政策 而在各国展览合法的参选工作 在英国 在加拿大都有这些运动 甚至澳洲 大家看到许志峰和任建峰的抉择 大家很清楚 参选工作 这是向所在国 又所功与 即是有帮与工 这两个人都有 国际 称之为国际游说 第三样东西 其实我也是 对于服务性的东西 当然我都会有处理 但是当然因为事先 一些低调的东西 所以我不可以跟大家讲太多 好了 第三样东西 是什么呢 第一 对政权的直接攻击 我重复一次 三样东西 一 服务 有生活性的 文化性的 政治性的 二 国际游说 有服务性的 有攻击性的 三 是对政权的直接攻击 直视中港法西斯政权作直接攻击 自痛自损 导致它痛 导致它损伤 四 最近有些中国运动人 中国运动人 中国运动人 做了几件这类事都挺好的 一 揭露中共在外国的秘密警察局 第二 反对消息封锁的拆墙运动 三 向外国揭露中国真相的大翻译运动 这些抗争和中共短兵相接 做的直接打击政权 是值得香港人参考的 直接打击政权 不一定要学外尔兰IRA 外尔兰共和军 去扔汽油弹 否则我们在淪陷区以外 我们在自由的地方 这是新的家国 是没有地头据点去做这种 扔汽油弹的工作 但只要大家敢想敢说 无论在哪里都有大有我们用武之地 用武人为用武之地 这是广义的解释 关于上述三类的实践功夫 链月真有几点观察 下面这几点重要 首先是出忙初期 即是离开香港出忙初期 服务和带服务性游说工作需求最大 我们的人手时间心力的投入也最多 成效也最显著 令我们社群得到各种西方国家 给予的公共津贴 享受各种救生艇计划 但是在五年之后 这些服务性工作逐渐进入收缩阶段 因为较遲出来的香港人 的移民准备较充分 财力、资力、语言方面所需要的援助不多 实际服务需求逐渐减少 而且西方国家近来 也因为有太多更迫切的支援对象 于是开始削减对香港人的资助 我们的服务供应也因此减少 供需皆跌 服务环节因此会出现人手过程 这不一定不好的 服务工作本身并没有直接光复意义 而必须由参与者一一道向 赋予光复的动力 最终让服务对象自发直接间接参与打击政权 这就以政治性服务工作为例 在海外搞游行示威 六四集会抗遗亡等等都是好的 但即使记住了事情 每年参与不为亡 政权也不会因此倒下 以前几万几十万人一起搞维远祝国万会 七一游行 也撑动不了政权分号 现在分散海外就更加不堪 因为这些活动只能产生最基本的维系作用 是没有攻击性的 我再重申一句 我和他的意思并不是说 这些运动不需要搞 绝对不要误会 不要回错意 这些运动值得搞 但你不要以为这些运动搞完了 政权会因此倒下 搞十次、二十次、二万次、十万次 政权会因为你日日在哀悼 便会倒下 是不会的 OK 我们的意思就是这样 念月生说 旧约圣经约书瓦记记载 耶和华即耶稣叫以色列人 前往敌占区耶里哥城 告诉他们绕城游行呼喊吹号 第七日成场就会倒下 以色列人听命去做果然得手 于是会轻然进占福地迦南 但这是神迹 Miracle 三十多年来 我们无论多少人哭破喉咙 多少人吹号吹了多久 中港政权也未选私毫 黄论因此倒下 以后也不外如是 这是所有服务性工作本身的局限 大家对此要保持头脑清醒 至于第二件事 国际游说工作方面的间接攻击性部分 也会出现效益递减 一个是因为未受西方制裁的中国学历 无所成无己 即是你其实要制裁的 差不多制裁了 其实当然了 我觉得很多警察都未制裁了 一是因为西方还在多方面依赖中共 特别是要和中国做生意 因此制裁对他们也有不利 因此必然有限 大家或者留意到 拜登政府的驻中大使前几天说 美中关系已恢复到某种稳定状态 其实游说外国政府制裁中港九冠 有些是要求这些国家 代我们去搞光复的味道 这种做法对这些国家来说 是有代价的 被人对等报复的 对香港来说 没有任何代价可言 这种免费午餐 我们不可能再吃很久 革政权一命 还需要香港人自己去做 这意味着游说工作 也会出现人手过剩 殿教授因此相信 三类实践之内 如果不大幅调整 一直以来的人手配备 很快就会越来越低效 他直觉估计 三类工作的人手或时间投入 目前的比例大约是7.9 比2比0.1 就是说服务7.9 国际游说2 跟着直接攻击中共政权是0.1 而今后为了光ب 最优最呢 最优最优最奇辟的比例 是2.2.6 就是义是服务 里是国际游说 只是告示 4.6 直接攻击中共政权 也就是大大的加强至极攻击力 作这种调整 需要运动中人高度自觉 因為沒有一個大台可以發號司令,令人手配置達到理想的高效率。 不幸,自覺性不是傳統香港民主運動的強項。 從香港時,示威遊行正坐時的地點、時間、動作、口號、蠟燭都是大台為大家安排好的。 2012年之後,運動的自覺性有所提升。 2019年達到高峰,可惜為時已晚。 其實,在絕大多數香港人的成長過程中,父母期望的是他們讀好書,畢業後找到一份好工。 很少是鼓勵他們做輕家業的艱苦創業。 讀完書做生意的,也多數是繼承組業,也不是人人都那麼願意。 但現階段建國工程所需要的,卻是大批懂得自發,能夠輕進擊之業的運動人。 因此,練乙曾勸喻大家,出來就要下定決心脫胎換骨。 原因是我們過去得到的培養和訓練,無往和建國任務所需不匹配。 最後,和大家討論光復的學問和實踐,如何接駁,知行如何合一。 上述研究計劃幾乎還未開展,因此這個接駁問題暫時無法完整解答,但有些想法是可以先行探討的。 我舉兩個有關國際線的工作例子去說明。 想法一,如果研究結果認為一個平和的瑞士模式港獨是可以在某種可能出現的國際環境裡實現的話, 這樣就應該及早在國際實力上做這個模式的推介和遊說,以便水道俱成。 過去國際游泳工作都是滯後的,由國安法我們才向西方國家游泳要救生艇,中港官員作惡太厲害,我們於是游泳制裁。 這兩種滯後的游泳都比較容易做,因為可怕的事實都是擺在那個地方,但好像上述港獨模式的推介游泳主要是前瞻的,因此歷史和理論的研究都要做到特別充足, 說出來要更動聽才能夠打動人生。 想法二,上述建國學的焦點都放在建國前,研究新興國家在什麼條件之下產生,走在什麼路徑, 但新興國家產生之後如何建立,建立什麼樣的政體,建立了能不能順暢運作都是大有學問, 宣民建國過程太創存,這些問題都沒研究好,清王朝就退延倒下,殺他一個措手不求,以至他的有關建國後,如何運作的論述, 例如建國大綱、建國方略,竟然都是辛亥革命之後大約十年之後才出台的,未免太遲了。 新的國家如何建構體制,如何運作,固然有大量的政治學研究作參考, 但如果一批已經有真正民主體制運作經驗的人,由第一天第一天就操盤, 新興國家就容易上軌道,因此,練sir的建議就是什麼呢? 我們由現在起,就在西方各國成立香港人的政黨,積極訓練政治人才參政, 選票數量不足的話,可以連同海外的藏圍蒙台人合作,所租政黨稱為Third Nation Party, 因為First Nation在新大陸國家通常是指原住民,譬如說,加拿大的First Nation是說原住民, Second Nation是說後來的白人去到那個地方,現在說Third Nation就是第二批人去, 就是港藏維蒙台合作,製造Third Nation Party,每個民主國家設一個形成網絡,網絡, 起初這些政黨不推舉自己的候選人,只是致力公開調動選票,支持同情中國周邊民族解放的, 獨立的這些其他黨派的各級候選人。這個做法的好處是容易取得資源, 並能夠引起國際媒體注意,更有利於向有黨推介新推介性的游泳工作, 使各國友好政黨同情我們的光復綱領,願意支持香港獨立。 由於各民主國家的政體都不盡相同,這個政黨網絡裡的香港人, 得以親身認識各種不同的民主制度的特性。 有利設計建國之後最適合的香港人體制,如何在海外成立政黨, 如何取得資源,如何結盟,都有學問,做一面好,做一面學,知行合一。 流亡運動如逆水行走,我們好像以色列人一樣,出了埃及到了紅海, 前無去路後有追兵,卻沒有神跡撞我們將海水分開。 沒有天降的馬鈴讓我們活命,更沒有一個耶和華讓我們戒命石板, 唯有盈難摸索前進。 要在運動灰飛煙滅之前,回到我們的福地, 只有一兩代人的時間,而且轉眼已經過了十份一或五份一。 大家不可以初陀歲月,我就說到這女姐姐。 這就是煉教授的文章。 是不是覺得很衝擊呢? 是不是覺得有很多新的觀點讓大家看到呢? 當然,有沒有不同意他呢? 有。 我認為他主調,基本上我是同意的。 我可以這樣說,在我很長的時間裏面, 我都跟大家講了四加四的方針。 這一點我在溫哥華的演講,去年的演講都已經講過。 這四加四的方針,總結來說,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現階段,當時我想是去年的時空裏面, 就講出了這件事。 其實我有些事情跟他略有相通的。 因為怎樣說呢? 當時我所提出的方針是什麼呢? 第一,commemoration。 第一,是紀念活動,拒絕為亡。 六四七一奉年過節,我們海外做的事情。 第二,就是融入、適應、文化、交流、溝通、相向社會溝通。 這就是文化的交融。 而當中也涉及到融入、保存我們有的多元文化中的香港語, 香港的文化。 由飲食、戲劇、電影、電視劇、文學、音樂各方面。 尤其是語言勝在的文化文明。 這些很好保存。 但這件事呢? 那是容易,要做過很多地方。 要透過和圖書館很多展品的努力, 形成在這個地方多元文化之中其中的一元。 開放性能夠不斷地推陳出身。 融入當地社會,但不會喪失自己的一種文化的認同。 第三,就是這個政策倡議。 有些人在說游泳。 剛剛講到移民方面的,制裁方面的東西。 第三。 第四是什麼呢? 緊急支援。 由學費、獎學金, 一直到這個中風的時候怎麼辦? 車禍的時候怎麼辦? 壞影的時候怎麼辦? 出大事的時候怎麼辦? 犯罪的時候怎麼辦? 這些問題如何去有個緊急支援網。 接著第五樣東西,就是做媒體。 由我現在做這個YouTube, 一直到光傳媒,追新聞,靈光, 一直到綠豆各方面。 在香港裏的,我不說大家的名字, 大家知道了,由雜誌寫, 一直到renews, 一直到獨立媒體等等。 很多盡心盡力做的事, 都是在香港裏做, 有些是海外裏做的, 這個media。 但路仰儀當然是自己的事業, 小弟是兼任的助理教授, 小弟是大學的兼任助理教授, 每天都要去,我明天又要去教書。 另外就是我要做律師的工作, 有案子當然會接, 當然我接的, 基本上我都是接台灣的案子去處理。 另外就是, 我們亦都要做台灣香港協會, 我的NGO工作。 亦都要講回, 譬如說一些YouTube, 看到這個情況, 寫文章, 上電視出通告, 這些是我的事業, 很多條線, 但基本上這就是我現在的事業。 第七件事, 就是你要設定未來香港, 未來的宏願綱領, 你要走向香港獨立的話, 你的路線圖, 時間表是甚麼, 正正那些篇文章講的東西。 第八件事, 就是你的行動, 你有這個綱領, 你就知道, 也要行, 行動是甚麼, 是這幾件事。 所以我當時在加拿大溫哥華演講, 我甚至在多倫多演講, 都講到這八大綱領, 其實現在慢慢是六加二的狀態, 那我想這個加二慢慢會加的, 這六呢, 我想是媒體和Mid Korea, 這個地方依然會持有相當堅強的重要, 大家不可以沒有事業, 媒體不可以繼續沒有, 所以媒體和Karia, 會一直堅持的兩個地方, 但前面那四樣東西, 我想在某種程度上, 是依然要存在的, 我還說, 不是消滅哥, 依然要存在, 但需求量會減少, 而我們動用的人力物力, 應該減少前面四樣東西入面, 所以這件事, 我和李宥珍整體的思路是一致的, 而他用這個整理方式, 我都是更加聰明, 和更加清晰指引到, 直接攻擊中共政權, 是應該要做的, 剛剛說的, 拆牆, 大翻譯運動, 這些是一件事, 但我覺得這件事, 太少了, 應該有更多的事, 在做這件事, 我舉個例子, 與其制裁中港官員, 警察, 或者法官, 檢察官, 有更妙的方式, 我想再重複一次給大家聽, 起清這些人的底, 這班人的自己本身, 和他的親友, 即是旁是親屬, 誰都可以, 來到台灣, 來到美國, 英國, 加拿大, 澳洲, 或者任何, 一些在大家手足都是國家, 你買和他拍張照吧, 如果你是手足的話, 如果你是外國官員, 議員, 請那些議員, 他不知道是誰來的, 和他拍張照, 當勞人甲就可以了, 然後, 將這張照片, 或者影片, 譚紹鋒生的畫面, 影片, 訂回給香港國安, 中國國安舉報有獎, 你又有錢收, 又可以搞我這些人, 這些人要回去的, 就算這個人不回去, 搞到他有關那個警察, 那個官員, 水洗都不清, 這樣才是, 等於將蟑螂藥入蟑螂洞一樣, 使這些蟑螂自動互相分化和毀滅, 這個不是更有效的方式, 為什麼每一次都動刀動搶, 我就不明白, 用一些精明的, 不違反我們這個國家法律的方式, 合情, 合理, 合法, 我舉報你, 舉報你, 不是我要起訴你, 那他都搞你他的事了, 那就看一下, 他搞得, 他真真假假的情報, 他知道多少, 以前六七年有真假波羅陣, 現在就是真假情報陣, 看共產黨怎樣招架, 多好玩, 做事要懂得轉彎才行, 做事要不要死固固, 按摩才行, 這樣才產生最大的力量, 我先不去引申, 有幾點我未必同意的, 第一, 他講到什麼, 宣民建國過程太創存, 記住建國和宣民無關, 我再說一次, 中華民國建國和宣民無關, 是和湖北的文學社有關, 而當時宣民在丹佛洗大餅, 之後他怎樣羅尼控, 怎樣玩幼恥十一哥, 之後幾多個老婆, 我都不和你算這筆帳, 我未和你算這筆帳, 我先和你說, 你當時在丹佛洗大餅, 什麼洗大餅, 是洗餐廳的碗碟, 辛亥革命武昌起義和宣民無關, 距離的地方, 檢果實, 責果實, 最後以為自己的國父, 但是真正的國父是什麼? 中華民國的臨時總統是你自己說的, 中華民國的第一任正式總統是誰? 袁世凱為什麼? 他真正的政變, 是利用你辛亥革命, 來做一道逼供的政變, 而最後創立中華民國的人, 是袁世凱, 之後他的變質是另一件事, 之後他的稱帝是另一件事, 但是你記住, 宣民你當時搞的什麼? 半變中華革命黨在日本, 之後回來怎麼做? 最後隨便坐不住, 亂我用功, 引狼入室, 我還沒和你計算一數, OK? 接著你講了, 什麼建國大綱, 建國綱領是後來才提出來的, 各位, 這件事是將宣民看得太高了, OK? 如果你說宋教人當年的臨時約法的進行, 各方面其實做得很好, 哪個暗室宋教人呢? 宣民, 宣民, OK? 所以我們大家要清楚這一點, 是大家必須要重視的事實, 另一件事呢, 我直接在會上跟他講的, 第二件事我們要講, 我跟廖宇珍講過這個問題, 第二件事是什麼呢? 就是說, 他有一段話就是這樣, 希望遊說, 使各國有政黨同情我們的光復綱領, 願意支持我們獨立, 各位, 外國的外交是不會無緣無故支持一個國家中某個地方獨立的, 不會, 除非你已經造成了既定事實, 如果你沒有造成既定事實, 要別人幫助你去一個地方獨立呢? 我想這個歷史上的情況, 有, 譬如說, 美國獨立戰爭的時候, 就是拿法國的軍隊的援助去抗應, 有, 但是通常這種情況是極少的, 尤其現代, 即是二戰之後的社會, 你如果說, 我要香港獨立了, 你希望美國支持你, 搞香港獨立, 你真是無可能, 這個除非你造成既定事實, 譬如說, 你今天在香港, 已經將所有的政權機關顛覆了, 剷除了, 殺了那些狗官, 混了那些狗官, 法官, 檢控官, 警察, 全部丟失進去, 解放軍逐個坦克, 逐個機關槍收繳了, 全部集體, 槍結了所有解放軍, 造成既定事實, 這樣就有得說, 你未造成既定事實, 或者你未開始進行既定事實, 你想著, 美國, 各位測員, 支持我們香港獨立, 這個很難, 你和台灣不同, 台灣本身的de facto independence, 人家知不知你證明, 反而這個有辦法談, 香港, 西藏, 蒙古, 南蒙, 新疆, 滿洲, 上海, 廣東, 北京, 他們如果要鬧獨立的話, 你不可以說, 外國你們支持我, 這個綱領, 政策上支持我, 金錢上支援我, 沒有人會做這件事, 當時孫文搞這個所謂的革命, 當然不是新海革命, 和孫文無關, 十次革命, 他要做資金, 可以, 但日本當時, 不是日本政府出面找來給你, 一班浪人, 黑龍會, 這班人他們會教, 這班人未必跟日本政府有必然的關係, 他們自己的商界, 叫做黑金勢力, 所以這件事大家都知道, 有另一種形式去處理, 而這種形式去處理, 你不可以用, 辛亥革命, 或者當時的民國革命, 或者和美國革命, 當作唯一例子, 大部分例子都不會得到別人的贊同, 除非你說明到, 整件事有什麼情況, 但是, 你要做的話, 是不是外國就不會支持你, 未必, 但他的支持, 起碼是你要造成一定既定事實的前提之下, 才會支持, 我想是大戰之後, 二次大戰之後出現的基本事實, 另外我們要知道的是什麼呢? 即是很多裡面的一些細節的位置, 是值得相確的, 是吧? 例如說說到美國獨立宣言, 我覺得有時候美國不是一個好例子, 因為美國獨立宣言各方面的東西, 是戰爭, 是獨立戰爭, 打出來的, 那你現在是否成熟到現在可以打呢? 這個綱領是否這樣呢? 這是一個值得相確的一個點, 這是瑞士模式, 瑞士要締造的是一個中立國, 而香港可不可以成為一個中立國呢? 還是必定成為一個親近自由民主陣型的國家呢? 我認為是後者, 那瑞士的模式是得天獨厚的, 是列強環節之下, 它中間是一個高原的狀態, 香港沒有什麼地理環境, 又沒有一個地理的福地, 更加不可以成為一個純粹的中立國, 這會取決於抗中究竟要怎樣去做, 和全世界的合作, 如何合作的問題, 這個地方當然涉及到美中關係根本的變化, 才可能做得到, 那裡面很多的細節的位, 未必我完全能夠同意得到, 譬如說, 即是說香港人, 大家都未必一定是, 即是說大家都是想, 即是講諸, 他又說, 現階段是建國工作所需要的, 大批能夠自發, 能輕盡的人, 現在很多, 很少是鼓勵他們做輕家業的, 艱苦創業, 讀完書做生意的都是繼承副業等等, 我覺得你說這些是OK的, 但我知道, 真是一班連聽人, 我認識的, 即是世界各地都有, 他們當然現在辛苦地打工, 但也有很多盼望光復香港, 那你真是要做光復香港這個運動的話, 你要給以前的付出, 多十倍、百倍的努力, 而這種智慧的人多不多? 有, 我不會說多, 是有, 而這種有的情況, 不是想像中那麼少, 只是說他能夠堅持得更多, 是一個很值得去說的一點, 這些就是我一些小小的批評, 但這些知智性的批評是無礙於我對整篇文章的一種推索, 而這篇文章的話, 我會覺得是近四年來, 即是我由香港來到台灣展開第二生命以來, 我看到最精彩的一篇文章,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的看法, 我希望我的看法裡面, 絕對是有這樣的想法, 而且這個是志同道合, 我很希望, 很多人, 在英國的, 在歐洲的, 在日本的, 在台灣的, 包括我在內, 其他的伙伴, 美國的, 加拿大的, 澳洲的, 紐西蘭的, Wherever you are, 我希望大家能夠在這一方面, 改造出一個更新的一種論述出來, 很多人想搞這個institution, 即是大台, 即是有一個機構, 能夠成為一個革命的最前線, 討論究竟由上而下, 還是由下而上, 因為有些模式, 被稱之為由上而下, 由一個,兩個,三個, 一個比較出名的人, 來呢, 由上而下的主導組織, 提供資金, 形成一個一個, 一個一個的, 一些新的組織, 那有些年輕人就覺得, 應該是bottom up, 不是top down, 又是下而上的, 就是說, 各地的一些組織, 逐漸統合成為一個比較大的組織, 或者不是統合的, 是另外建立一個, 即是比較龐大的一個, 即是, Global Hong Kong Forum, 之類的組織, 我對現在這個地方, 我知道他們有不同的見解, 但我只是說, 成立組織, 這件事, 是需要在, 我們清楚, 我們的, 港獨革命綱領之後, 去處理的問題, 如果沒有一個論述在先, 這個組織, 無所乎例, 只是一餐得八, 得餐爭, 很多人說, 不如在組織裡爭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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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三樣東西, 就是226, 是吧? 即是, 你不要只有一個口說, 不要留言這裡罵我, 如果你真是有心去做這件事的話, 服務, 國際遊說, 對政權直接攻擊, 就是剛剛我講了三樣東西, 那八樣東西, 我講了八樣東西, 我會覺得七八那樣東西, 是對政權的直接攻擊, 一至六呢, 都是服務和國際遊說, 一至六這些東西要保存的, 七八那兩樣東西, 就是論述與行動, 是涉及到你要怎樣做, 我會認為, 我個人認為, 講的什麼大分譯運動, 擦場運動, 揭發秘密警察局, 都是細的東西, 即是細的東西, 我當然很appreciate, 周鋒索先生, 在美國做的好多東西, 譬如說, 李老師不是老師做的好多行為, 我當然很appreciate這些, 中國的民運人士所做的東西, 但我覺得除了這件事之外, 除了去參與他一起做之外, 或自己另外搞類似的東西之外, 我覺得更直接的就是, 怎樣去攻擊到中共, 打蛇打七寸, 能夠將他的政權削弱, 再想起逐步進去深入, 而且不能排除, 我覺得不能排除, 用武之地, 我不是左膠, 我覺得有些地方, 引刀成一塊不負少年頭, 我不是鼓勵大家去做, 但關鍵時刻, 這件事不能夠放鬆, 你怎樣能夠打倒中共政權最重要的七寸呢? 這就視乎很多事情, 有些事情不值得公開這個地方說, 但這些事情應該很好做, 我剛才舉個例子給大家聽, 除了制裁之外, 還有什麼方法, 大家看看我的節目已經告訴大家, 有什麼方法大家可以做到, 所以這些事情可以打蛇打七寸, 而我們要的更多這樣的事情, 當你有更多這樣的事工的人, 這個可能沒有我存在的, 我未必做的, 我繼續做服務和國際遊說, 你不要誤會, 我是不是可能會做下去呢? 現在還沒決定的, 好了, 真的要做下去了, 大家是不是真的努力去做? 而在這些真的有努力做事的人當中, 再醞釀未來的一個, 這個路線圖, 你又不是參與這些做的事, 你又不是put things into action, 你打算在一個地方, 要其立喊呢? 我覺得說來, 都是殺技的事, 我希望每個人都找回自己的身位, 去做這件事, 那你說在這方面的人, 是不是就是說, 可以在這個前提之下, 去做更多事, 我覺得這樣才對, 你問我, 今時今日建立institution, 無論是top down還是bottom up, 未免言之過早, 時間方面, 要建立了對政權的直接攻擊, 行之一段時間之後, 取煉出, 洗煉出, 一批真正的革命分子, 革命人士, 而在革命人士當中, 在當中, 去再凝聚這方面的共識, OK, 這個就會更加有力量, 你不是的, 不是同盟會, 光復會, 同盟會, 光復會, 輕忠會, 都是要做一些事工出來, 歌露會, 文學社, 都要做一些事工出來, 你不做出一些事工出來, 任何的講義, 你沒有話語權, 你沒有話語權可言, 你只是在做什麼絕世, KOL, 可以這樣做這些事, 我這個標準對我都是適用的, 對所有的評論是適用的, 唯獨是, You put your things into action, 服務, 國際遊說, 對政權的直接攻擊, 尤其對政權的直接攻擊, 而打到實處的, 是重要的, 所以練sir這篇文章, 令我重新反省, 精進, 我現在所做的所有工作, 也都令大家, 重覆再想一想, 究竟我們怎樣做得更加好, 這就是身處香港之外的人, 的言論自由, 身處香港外之人可以的, imagination的自由, 而這東西不知imagine, 只要say it clear, do it right, 行不行? 這就是這篇文章, 給我的最大啟示, 希望大家, 不厭其煩, 和大家說一次, 我知道很多人, 都會覺得, 看完這些東西, 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煽動分裂國家, 中了所有國安法, 23條立法, 所有的東西, 其實你講真的, 國安要搞我喪譜的, 你找回所有我說過的東西, 逐篇逐篇逐篇的影片, 搞我就可以了, 對不對? 其實你無期徒刑都十萬八萬次, 即是陳勝無關一樣, 怎樣都是本死無大害, 國安法就是作簡自負, 對不對? 你不是罰我十萬九千七, 反正我只有十萬九千七, 你罰我十萬次十萬九千七, 都無所謂的時候, 請問你, 你想想, 每個人會怎樣看你這些國安法? 你已經失去任何的阻嚇效力了, 因為我知道從第一天開始, 你們會這樣對我們, 無期徒刑就知道, 知道, 送中就死刑了嗎? 知道, 那你已經這樣了, 你做十萬次的, 都是無期徒刑, 死刑的, 那你這樣說真的, 這些東西, 對我們的任何阻嚇力嗎? 你會覺得, 你對於其他被通緝的人士, 有任何阻嚇力嗎? 我講真的, I don't think so, 這個是本死無大害, 反正都是這樣, 對不對? 所以我只是說我是這樣, 那你們看有沒有危機? 沒有, 我再說一次, 不要相信這些說法, 你看這些東西, 你們不怕的, 就不要留言, 不要點讚, 海外的話, 我們鼓勵大家去點讚留言, 但我這篇的說法很重要, 因為我引述這篇好, 我覺得是相當重要的文章, 台灣人寫不出來這些文章, 是香港人才寫出來這些文章, 而這些文章講到尾, 我會認為, 我會認為, 林Sir說的對政權直接攻擊, 舉個三個例子, 包括秘密警察局的揭露, 擦場運動和大分譯運動, 太細小了, 我們要更努力, 就是要打敗共產黨, 就是要消滅習近平和所有黨員, 那怎樣做? 怕我們不在這裡詛咒, 那麼簡單, 剛剛講這些賊場, 可以, 那你可以做一些這樣的事情, 我覺得, 觀念上的改變, 對於中國的, 對於香港的改變, 依然要做, 對於一些壞蛋的懲戒, 由錢入心地去做, 剛剛講的, 由錢的方法, 入心地去做, 那我不可以在這個地方, 說完我的想法出來, Its really stupid, 我有些想法, 但我不會在這個地方講的, 我只希望大家, 用腦筋, 想清楚, 各有各想, 各有各做, 尤其身處海外的話, 你可以做的更加多, 共產黨已經開始在窒息斷氣的時候, 這個時候, 輕輕點一點它, 整個空然倒下, 轟然倒下, 現在這個時間, 怎樣點它呢? 我們就點多點它, 準備好自己的論述, 尤其在攻擊它之餘, 要準備好未來香港港獨的時間表, 路線圖, 未必有時間表, 但起碼有路線圖, 你要怎樣做, 怎樣制憲, 怎樣做一切的事, 大家有這樣的認識, 尤其參與做這個, 對政權的直接攻擊的人之間, 的共識是重要的, 如果你沒有參與這件事的, 沒有參與這些行動的, 不是做, 做 something really brilliant 的, 我想很難會有一個話語權, 是吧? 你只想成立什麼組織, 什麼協會, 搞什麼活動的話, 首先, What have you done? 你的戰功在哪裏? 你沒有戰功的話, 說什麼? 我覺得是一個很基本的問題, 我想這一點, 希望大家都能夠理解我的基本想法, 是我對於練習文章的一些人生, 歡迎大家留言, 尤其在香港以外的人留言, 因為我怕你在香港以外留言, 人家追蹤到你, 但你看絕對沒有問題, 因為廣告費是YouTube給的, 和你無關, 所以我希望大家明白這一點, 我們有機會再來討論這個問題, 稍後我們再說一些其他的新聞,